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3月5号一大早7点 一名头戴白色鸭石帽的中年男子 独自走阶梯进到宫庙里头 趁着四下午人伸手捞虎爷的水钱 捞了两次没捞完还走出去 拿了塑胶带继续偷 在当天中午福德宫的管理人员 发现虎爷水钱不翼而飞 才调阅监视器画面 发现了香油钱被偷 也赶紧向警方报案 虎爷的水钱遭窃 经过调阅监视器 发现犯贤用手捞取虎爷的水钱 经过本分局调阅监视器 发现犯贤居定所 平常有所耗贤 在经过调阅监视器 查访附近的民众 终于掌握犯贤的身份 由细子派出所来查获证明犯贤 最后移送资云地监署侦办 细子区下街福德宫 11间百年土地公庙 这次小偷竟然上门将摆放在虎爷正前方的水钱全数捞走 警方也在接获报案之后 循现追查也很快的破案 所以身为福德公荣誉主委的新北市议员张锦豪 也特地到戏指警分局表示感谢 小偷窃取他的一些香油钱 那小偷也蛮聪明的 就透过基隆河沿岸的自行车步道 闪过监视器来行窃 那我们也感谢警方来很积极的投入侦办 然后迅速的破案 那在这里 警豪是代表我们福德公的荣誉主委 来一起来制证一个家菜金给警方 小偷上门偷宫庙的香油钱 警方持续追查迅速破案 当天庙方制证感谢状及家菜金 感谢辛苦的园警 加上惠林细致采访报道